燕国的士兵们 好好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 看看你们面前站着的 哭的都是什么人 他们是你们的妻子 你们的老妇和慈母 还有你们的孤侄叔伯兄弟 可是他们现在要死了 要被活活地饿死了 因为你们的大王和丞相 不顾惜他们的性命 烧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 要活活地饿死他们 我知道 你们都是燕国的好儿郎 为国家抛头炉洒热血 可你们不顾生命所求为何 不就是盼着父母安好 儿女还似身边吗 可你们的王 现在要亲手杀了你们的血亲 这样的人不配你们誓死相随 这样的人不配做你们的王 没错 没错 你们这些蠢货 你们不要相信那个丑八怪的花言巧语 你们被他蒙废了 你们当中有齐国的奸细 二王 你个混账东西 你连老子都不认了吗 爹 爹 你怎么来了 我娘呢 你娘 你娘为了生口粮给你两个孩子 活活被饿死了 这 闪开 张统领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我在迎接我们燕国的百姓进城 你 你没看到后面的大齐军队吗 杨统领 他们当中 有我们的父母妻儿 兄弟姐妹 你要阻拦他们进城吗 我们要遵守大王命令 关闭城门 连防大齐军队进城 闯关者 杀无赦 杨统领 你难道真的要让我大燕子民 自相残杀吗 这 乡亲们 随我进城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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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